南加州全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庆典活动组委会 在柔斯密宣布,9月17日晚间六十整将在洛杉矶举办国庆庆典活动 洛杉矶中领馆乔务领事孙卫东、陈小义 美华总会长李社朝、理事长蔡成华 美华联主席郭颂监事长陈慧碧 美乔联主席马树荣、洛杉矶华人协会会长关建荣 世界粵解疗华人团体联合会秘书长吴景辉 美华联荣誉主席张素久以及社团乔领 包括于泽伟、胡桌球、徐晓峰、曹林、丸素文、邵文、丁炎瑜、丸蜀、江凤年、朱俊英、周燕宇、孙英利等 并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乔务领事孙卫东在会中表示 南加华人每年都要举办国庆庆典活动 体现了管道乔包、不忘祖国、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 也看到了南加社团团结和谐的新局面 与会的乔领也纷纷表示 正值中国十九大召开之际 南加各界华人华侨在海外欢庆祖国的生日 一定要全力以赴把各项庆典活动搞得红红火火 它既传统的一面也有它特色的一面 它的传统就是每年的庆典 我们用升旗和晚宴来庆祝大家的一种新生 同时也透过九月四六号清清中华的一台文艺演出 主要体现全球团结和谐再一次盛会 带给大家一个非常别开生命的晚宴表达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祝福 我们现在海外都乔胞们都非常的爱国 非常的有这个相信力 所以我们办这个国庆是很有意义 这个是祖国的生意 所以海外的乔胞都有一个中国心 都想念都眷恋 我们祖国也希望我们祖国强大 在这个十八大以后的这五年里头看到了我们祖国的巨大的成就 巨大的发展 那么现在呢大家又期望着十九大的召开 也希望我们国家通过十九大的整个的选举 能够进一步的让我们的中国 让我们的祖国能够更好的立在世界之巅吧 今年的国庆系列活动 除了国庆、升旗典礼、欢庆晚宴 还举办亲情中华大型文艺晚会 洛杉矶人才积极藏龙卧府 所以我们希望洛杉矶的这个华人华侨有才艺的 都来报名 这个展现自己的才华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 洛杉矶采访报道